特席会四大看点 看点一 贸易战 尽管特朗普从竞选以来 并已经说要与中国打贸易战 来解决中美贸易长期的失衡状态 而特朗普上任之后 美国已经正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此举被众多经济专家认为 反而是给中国政府编写21世纪世界贸易规则的机会 美国媒体XS独家报导 特朗普政府很有可能在这一次的高峰会中 针对中国进口美国制汽车所苛扣的高额关税进行协商 看点二 朝鲜半岛局势和南海争议 对于美韩两国不顾中方的反对部署萨德导弹系统 纽约时报认为 这将只是战时性的小摩擦 中美长远的目标还是要合作来制衡朝鲜半岛的军事发展 真正可能导致两方关系陷入冰点的是 如何解决南海的领土争议 白宫发言人斯派赛日前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则是如此回应 看点三 中美台三角关系 路透社近日报道 特朗普政府正在起草一项对台湾新的大型军售计划 外界预估 这将会损害中美关系之间的信任 因为中方对一中政策有着不可动摇的立场 同时 台湾驻美官员近日投书纽约时报 表达对台湾可能成为中美两国谈判桌上筹码的担忧 这些议题的发展都会影响中美台三方长期建立的稳定关系 看点四 中国人权议题 数十位在美访民和海外民运人士 还有来自香港的民主团体 都已经表示会前往特席会现场表达诉求进行抗议 同时 西方媒体也在揣测 究竟中国的人权议题是否会出现在特席会的议程之中呢 据报道 这一次中美领导人会晤的地点 之所以选在特朗普的私人度假村 是中国官员强烈坚持的 目的是要减少不必要的压力 而面对两国之间种种的分歧和不确定性 中美关系这盘旗要怎么走 请关注自由亚洲电台官方网站 脸书 推特和YouTube随时掌握最新动态